因為這一個能力令到你可不可以有一個好的關係 跟你家人、你的朋友、甚至你的同事或者你的上司 什麼書呢? Hello 各位朋友你好嗎? 很快來到我們每個星期的 Power of Learning 今天這本書對你非常重要 因為這一個能力令到你可不可以有一個好的關係 就是跟你家人、你的朋友、甚至你的同事或者你的上司 什麼書呢?就是這本 The Communication Book 44 Ideas for Better Conversations Everyday 這本書的作者叫做Michael Krogeris 他之前寫的一本書叫做The Decision Book 兩本我都很喜歡 這本書是講解有四個不同的方向 包括是Job and Career 即是你的事業和你的份工作 第二個方向就是Self and Knowledge 關於你自己和知識 第三部分 Love and Relationship 第四點 Words and Meaning 究竟怎樣用文字來表達令到你溝通好一點呢? 有四個大章節 我在每一個章節 我選擇了一個範圍 我覺得是非常幫助大家 會和大家分享 我選擇第一點 就是在Job and Career 在第六頁 它說的是The Rules of Meetings 為什麼有時候我們開會這麼沒有效率呢? 發生什麼事呢? 所以你一定要抄下這幾點 因為對你非常重要 它裡面的概念是很重要的 就是當我們開會的時候 它有一個法律 我們每一個平常人來說 我們的集中力 只得10至18分鐘 所以它說我們開會的時候 盡量保持15分鐘左右 你發覺是最有效率的 而我們怎樣令到開會的時候 是更加有效率呢? 就是它說了一個 怎樣問問題? 問問題有三種 而當你用這三種問題方式的時候 你會發覺唱信度是會高很多的 第一點就是 你會問一些有關 是關於這個會的問題 你是否可以comprehend 是否明白這個會的 例如我剛才聽到這個項目 就是第一點 是你剛才說這個項目的 那就是它問了 它令到自己是沒有捉錯會實 你是說的這件事 第二種question就是 你現在問這個問題 是否可以幫助到 你現在的processing 例如說我們現在說 我們公司是怎樣運作 流暢一點的 那你問這個問題 是否關乎這個項目呢? 如果是的 便是對的 好了,第三個 第三個問題就是 你可以告訴別人 究竟你有多明白 現在整個步驟做了什麼 好了,你會提出 現在我聽到這個觀念 和我這個想法 是否和大家的想法是衍生呢? 就是這三個問題 好了,當然 我們有一個第一個就是 fifteen minutes rule 第二個就是點一萬問題 第三個就是 the standing rule 當你開會的時候 我們發覺原來當我們坐下 我們的 energy 會低一點的 如果你想大家是更加 有 energy 和有效率 麻煩你站起來 來開會 第四點 the smartphone rule 好了,這裡就有個例子 很簡單 就算Braco Obama 美國的前總統 他這麼喜歡用手機 但是當他開會的時候 大家麻煩把你的手機放在一邊 不要把手機放在面前 因為手機 你和我都知道 是一個騷擾來的 OK 好了,這就是我們在第一個章節 Job and career的第一點 好了,到了第二個章節 Self and knowledge 我就選了第六十頁 這個就叫做 The iceberg model 是什麼意思呢? 好了,你幻想一下 一個雪山 一個icebird 一個冰山 它只是有一點浮在水面上 而大部分呢 是在水底下 你可以看到,對不對? 什麼意思呢? 例如說,你和一個人說話 你問,誒,Mary 你今天的態度是怎麼樣? 你今天的狀態是怎麼樣? Mary說,OK啦 好了,OK這兩個字呢 就好像一個冰山上面 凸了出來 這個叫OK 但是 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他見過什麼人 有什麼對話 令到他今天的態度 或者心情 只是OK而已 你就要發掘了 如果不是你只會將他的答案OK啦 就這樣變成一個最重要的答案 而你沒有找到究竟有什麼發生 令到這個感受出來了 那那個人就會覺得 你是不明白他的 所以這個就是 那個叫做 The iceberg rule 就是這個意思了 好了 那我們去到第三個章節那裡 Love and relationship 我選了是 Chapter 25 第1802 這裡就說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How we should express ourselves In order to be understood 我們應該怎樣表達我們自己 令到你對面的人 是真正明白你說什麼的 好,那他提出有四個方案 好,第一個方案就是 The maximum of quantity 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訊息 是要說得多次少少的 但是你不要overload了你對面的人 但是次數要多 好了,肯定他接收到 這個是第一個 好,第二個他叫 The maximum of quality 是那個對話質素 好了,那他提出什麼呢 就是說 Tell the truth 說一個真相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對話的質素去到哪裡 好了,你不要 嘗試是 sugar cold 就是說你令到這件事 本身不是這樣的 你說到這麼幼 令到你的對方 都不知道你想說什麼 可不可以那個quality高一點 所以tell the truth 第二點 第三點 Maxim of relevance 當我們的對話 在說某個topic的時候 不要 是轉topic 有一個自律性 只是在這個topic裡對話 那你就不會把那對話 左搖右擺 不知道擺在哪裡 第四點 Maxim of manner 我們用什麼態度 你會不會用了一個很含糊的態度 再轉彎一點的態度呢 還是你講一講一講 你argue了另外一個point 就是這四點 是不是 當你可以做到的時候 你發覺你令到你對方的人 明白你所說的東西 是正數很多的 好了,我們去到第四個章節 也是我們今天的POL的最後一點 這一點也是很幫助大家 如何將你的訊息 又或者你想你對方的人 有什麼的感覺 你可以營造這個感覺給他 這個就叫 The Framing Effect 是我們四個章節 Words and Meanings 的其中一個章節 在136頁那裡 好了,他這裡是舉了幾個例子的 好了,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如果有一個message 在一份很有公信力的報紙上 刊登出來 你就會覺得這一份 這一個的新聞 是特別是有公信力的 是剛剛 幻想一下 如果這段新聞 你擺在一些八卦周刊上 你覺得這段新聞會怎樣 可信性是低的 但是是同一個的新聞 擺在一個對的地方 如果你想那個message 你會令到人覺得 是可信性高的 第二個的例子 如果有一幅畫 你擺在一個博物館裡面 還有你擺在一間書局裡面 這個藝術品給人的感覺 那個身價是會差很多倍的 在這個message裡面 身價一定高一定是真的 但是如果就算是同一份東西 擺在一個書局 又是不同了 你看到嗎 好了 第三點 第三點 亦都很幫到大家 好 看著 當你進了一間 是很漂亮的餐廳的時候 以及進了一間茶餐廳 你覺得你的行為 會不會有些什麼變了 不同了 同一個人 那就是你了 但是為什麼我們在不同的環境 有不同的行為舉止 有不同的水平 你看到 因為我們知道在某一個地方 我們應該是怎樣行為 怎樣舉止 怎樣談到 怎樣 是需要有餐巾 擺在一個lap那裡吃東西的 You see 好了 就是說 如果你想 你對面的朋友 或者你的同事 或者你的家人 是做某一個行為的時候 你就把它擺在某一個環境 做出來的行為 就會和你所表達的意思 就會一致 你一點就是communications 你會發覺在你的人生 尤其是在你的事業上 哪一個溝通得好 哪一個溝通得聰明 令到對方明白 令到對方容易接受 那個就會贏 很多時候不是能力 是你的溝通能力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這個禮拜的 Path of Learning 這一本書 The Communication Book 我們下個禮拜 同一個環節 在這裡見 大家加油 記住看到些書